那就看吧 反正迟早要见面 陈子昆的性格你是了解的 你这么对他 还会要你女儿吗 这个你放心 以后我会补偿他的 是吗 要是他缺了只胳膊 或是少了条腿 反正他算在你身上 你拿什么补啊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跟我说话 你得抓紧时间啊 天马上就要黑了 好了 你的宝贝女儿过来了 新宇啊 上府风大 你应该带条围巾的嘛 那回家吧 我一看到水 就会想起阿昆哥哥 我把新宇先送回家 然后呢 你放心 会让你满意的 爸爸 我们要去哪儿啊 送你回家 不是说要去见一个朋友吗 还说是我的好朋友 阿姨跟你说的玩的 她是不想让你一个人闷在家里 带你出来散散心 我就知道她骗我 我除了阿昆哥哥 哪还有什么好朋友 女儿啊 记住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爸爸都去为你 拜小姐回房间去 是夫人 咱们走吧 就等医生汗 我换点衣服 怎么 换点衣服 也换你这么长时间了 老了 跑了一圈了 真有些累了 你是不是 又想耍什么诡计啊 哼 真是拿你没办法 一日夫妻百人 都十几年的夫妻了 比不上一个女儿 将心比心 要是心里发生什么事 我会大开杀劲 走吧 你又想干什么 看看女儿不行吗 我还要是心里有什么事 我还会大开想 我还会大开玩意